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宣布 不再參加下任香港特首的選舉 六月三十日將會結束五年的任期 她表示不參選的原因是因為家庭因素 下任特首選舉 五月八號將要舉行 港媒報導呼聲最高的人選是 警察出身的政務司長李家超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四號宣布不競選連任 表示這個想法早在去年就向中央表達過了 也獲得理解與尊重 而不連任的唯一考慮就是家庭因素 林鄭表示會繼續抗議工作跟籌備五月八號要進行的特首選舉 而林鄭身為首任的香港女特首 二零一七年上任以來一度致力於修補行政跟立法關係 但也沒有辦法跟泛民派獲得和解 尤其是在二零一九年提出逃犯條例修訂 引發反送中運動席捲整個香港 百萬人上街遊行到立法會一帶大規模衝突 香港局勢登上國際版面 並且成為焦點 無法抑制的民怨傳出中央對林鄭的治理能力感到不滿 因此二零二零直接祭出港版國安法 無需經過香港本地立法 北京徹底拿回主控權 政治情勢緊縮之下 香港又面臨疫情嚴重衝擊 香港第五波疫情超過百萬人染疫 醫療體系崩潰 林鄭再度被批評抗疫不利 更被批評抗疫不利 被中央召見 可以說是已經失去連任的可能性 港媒報導 下屆特首最有可能的人選 將會是警察背景 擔任過保安局長 態度強硬的現任政務司長李家超 特首提名三號開始 十六號結束 五月八號進行選舉 目前李家超還沒有表態 另外香港前特首梁振英 也是熱門人選 不過現在各種風聲都有 顯示北京還沒有找到一個 真正滿意的特首人選 記者韓英陳柏玉整理報導